母亲用脚踩住女儿的后背 纠正她的舞蹈姿势 可没想到女儿承受不住重量 脊椎瞬间断裂 为了让她继续跳舞 母亲竟然给她装上发条 制作成音乐和玩偶 如今 几十年过去了 这位恶毒的母亲已经垂垂老矣 卧病在床 她无亲无故 全靠护工照顾 靠着呼吸机和输血维持生命 女主小美便是一名天生一同的实习护工 听说一同人身体里住着两个灵魂 这天小美在老护工的带领下 来到这破酒 阴森可不得古堡照顾老太婆 老护工饶有兴致地向小美介绍 老太婆曾经是一名军事文明的舞蹈大师 远在巴黎的学生都来找她上课 而她唯一的女儿意外身亡 现在老太婆昏迷在床 纵使有万贯家财也无人继承 宝藏就藏在古堡内 可至今也没有人找到 此时小美也注意到老太婆脖子上 挂着一条钥匙形状的项链 也许就与宝藏有关 工作结束后 二人准备离开 男友酒吧嗨皮 无意间向男友说起今天的工作 透露郊区古堡内的老太婆家中有宝藏 说着无意 听者有心 迫切想改变生活的二流子男友动了歪心词 可出于良知 小美表示拒绝 回到家中 小美弟母亲刚去世没多久事骨未寒 父亲就已经另寻新欢 并告诉小美 自己的女朋友将要搬过来一起住 言外之意就是赶小美走 小美无法忍受 决心搬出去独自生活 于是打电话给男友 同意一起去古堡找宝藏 男友还叫来了自己的小弟阿勇 寻宝 三人组整装待发 三人趁着夜色潜入古堡 可转悠了半天却没有找到入口 就在小美准备要打到回府时 男友找到了地下室大门 通过地下室进入古堡 屋内一片漆黑 伸手不见五指 三人一番摸索 仔细寻找每一个角落 别说宝藏了 一根毛也没有 倒是发现不少诡异 逼真的动物标本 就在几人准备放弃时 他们发现一扇白色大门 其他门都是敞开的 可她紧锁着 三人确信宝藏就在里头 看着门上的钥匙孔 小美想到了老太婆脖子上的钥匙项链 三人摸进老太婆的房间 偷偷顺走了项链 漆黑的房间内静得可怕 只有老太婆沉重的呼吸声 三人高兴地返回 却发现钥匙根本打不开白色大门 宝藏就近在咫尺 怎么可能轻言放弃 小弟阿勇直接一脚 破门而入 三人如鸡似渴地冲进去搜寻宝藏 却依旧一无所获 只发现一个带个白盖头的人 胆肥的男友冲过去掀起盖头 我滴妈呀 三人被吓出你微信里的第三个表情包 一句恐怖的干尸豁然眼前 这句干尸太诡异了 女人将钥匙插入钥匙孔 昏暗的灯光突然亮起 干尸宛如音乐盒般开始旋转 看着眼前诡异的一幕 男友小帅冲上去就是一巴掌 直接把干尸的脖子干断 音乐停止 灯光熄灭 楼上传来诡异的脚步声 可房子里只有一个 瘫痪在床的老太婆 脚步声从何而来 三人顿时感觉后背发凉 准备逃跑 却发现四处门窗早已被封死 这下可玩大发了 正当三人走投无路时 小美回想起老太婆房间 有扇窗可以打开 于是三人折返 却发现原本瘫痪在床的老太婆 消失不见 床上只留下一滩鲜血 之前可以打开的窗户 也纹丝不动 正当小美和男友焦头烂额时 小弟阿勇似乎对房间里的镜子着了迷 忽然老太婆在镜子中出现 镜头一转 阿勇被带到了另一个空间 整个房间完全密闭 没有门和窗户 一盏灯在不停地旋转 突然不知从哪传来小孩子的笑声 阿勇吓得一击 凌操起一根钢管防身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大腿便中了刀 疼痛感让他跪倒在地 三个小孩出现 提起阿勇的头 跳着舞往他脖子上一刀 接着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阿勇直接领了盒饭 另一边 小美还在寻找出口 无意间发现老太婆 就坐在角落里的摇椅上 向她伸出双手 胆肥的小美直接上前握住 这一刻她看到了老太婆从前的故事 原来老太婆和女儿安娜都是吸血鬼 靠吸食人类的鲜血维持生命 他们常年住在古堡中 过着不见天日的生活 这让安娜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和向往 于是不听母亲的叮嘱 独自跑到外面 强烈的太阳光灼烧着安娜 让她的皮肤开始溃烂 这件事让母亲非常愤怒 对安娜更加严格 整日将她关在屋子里 逼迫她不停地跳舞 母亲为了把女儿培养成 顶级的芭蕾舞演员 剥夺她的自由 每天逼迫她训练 女儿想反抗却无济于事 母亲对她的表现很失望 为了纠正舞蹈动作 意外将她的脊椎踩断 母亲一点也不心疼 而是在女儿安娜身体内装上发条 制作成八音盒 这样就能一直跳舞了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 这位狠毒的母亲已经变成老太婆 女主小美无意间了解到了她的过去 从幻境中醒来 老太婆已经消失不见 不远处 小美的男友传来惨叫声 老太婆摘下呼吸面罩 一口咬在她的头盖骨上 一顿吸食 小美男友直接隐恨西北 另一边 小美也遭到了老太婆女儿安娜的袭击 小美奋力反抗 一拳将安娜打倒在地 正要转身逃跑时 老护工出现 一拳将小美打晕过去 原来她曾是老太婆的学生 为了帮老师续命 杀害了很多鲜活的生命 再次醒来 夏美被绑在了手术台上 老太婆享用仪式 将小美和女儿的灵魂互换 这样女儿的灵魂就能拥有一副全新的曲强 只见老太婆用指甲划开小美的肚皮 将一颗虫咏塞了进去 然后又将另一颗塞进女儿体内 很快仪式起了作用 随着两只蝴蝶飞出 两人灵魂互换成功 小美的一瞳变成了一样的颜色 老太婆继续命令女儿跳舞 没想到她直接掏出剪刀 将老护工和老太婆一起杀死 原来天生一瞳的小美 身体里住着两个灵魂 一个是她自己 另一个是她刚刚去世不久的母亲 在刚刚灵魂互换时 小美母亲的灵魂被换给了老太婆的女儿安娜 灵魂互换后 小美的体内只剩自己的灵魂 而安娜体内住着她自己的灵魂和小美母亲的灵魂 此时的安娜变成了一瞳 小美拿到古堡的钥匙 准备带着安娜逃走 这时 老太婆还没死透 再次向小美扑了过来 安娜赶紧上前帮忙 最终在二人的合力下 将老太婆推下楼梯摔死 二人继续出逃 可是发现晚上根本跑不出去 古堡处于一个一词原空间 这一晚 小美和安娜依偎在一起 就像抱着已经去世的母亲一样 第二天 天一亮 看着屋外的小美 安娜满眼的不舍 不知这是来自安娜还是小美的母亲 随后 二人来到海边 安娜纵身一跃跳下悬崖 这一刻 安娜终于挣脱了老太婆的束缚 飞向了天堂 得到了属于她自己的自由 小美母亲的爱是给她无微不至的守护 而安娜母亲的爱 则是对她的束缚与枷锁 好了 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给我们点个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